孩子們通過這一出尋找失落的寶藏 演出當年深門村櫻木丹水庫事件而遷徙的歷程 孩子們不僅背台詞 學母語 也在過程中將這段歷史深化心中 因為政府要蓋一間水庫 因為每個人 寶藏的人越來越多 這樣就不會擔心有水 感謝童木讓我們可以把自己的部落留下來 我就希望大家能知道失門村的由來 最感動的是看到老師哭 然後最開心的是能在台上好好的表演 可以讓大家知道我們偏向台灣族跟徒弟的關係 還有偏向人的合作 孩子們侃侃而談 各自的收穫 也透過台上短短十分鐘短距 帶頂大家更認識屏東牡丹鄉的排灣族文化 以及原住民族看待土地的觀點 而背後默默將這段歷程寫成戲劇腳本的 就是TFT為台灣而教的教師陳寅廷 這個民族課程它其實幫助我去更認識孩子的文化 還有他所生長的這片土地 那因為這些人士我才有機會去找到一個跟孩子共通的語言 除了讓孩子走出教室 進入部落與母母對話 了解部落的過去與土地的價值 從中加深對母體文化的自信也擁有了實現夢想的勇氣 我們就希望從孩子土地這裡去讓他自己的自我概念是相信我可以 讓他對自己的文化 他知道他的優點在哪裡 這也造成他的努力結果 給他一個成功的經驗 讓他知道說 我其實是可以的 我就願意去做 這例解決台灣教育不平等問題的TFT為台灣而教 從8月2號起到11號 佈展於臺北市萬華區的剝皮寮歷史街區內 而其中一區展場名為教育土探市 實際打造偏鄉學校的教學實景 讓民眾無論是從各個角落或物件 都能進一步思考故事背後可能的成因 也鼓勵教室外的所有人都能關注教室裡的問題 不單只是教育問題 而是整個社會盤根錯節下的結構性問題 原視新聞 決散賣烏溜 台北市採訪報導